相關參與者有提的 那我們請MD來分享這一個題目 大家好 我今天本來應該是在田裡面種豆子的 因為這個天氣很好 可是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第一次來這邊 我也不曉得這個團體不好意思 不知道這個團體是做什麼的 可是有人告訴我說 我真的能穿高跟鞋的狀態 叫我說可以來這裡頂決一些問題 所以我就很勇敢的來了 然後我想告訴以下大家 我們是在做什麼 我們是換鄉合作農場 我們目前成立一個合作社的方式 然後主要我們 就是一般大家常常講的 什麼有膽耕種那些的話 我們都是真的是在做的事情 那我們 那我們目前的話走到的進步是說 因為我們的最後面的目標是說 我們就是如果說是那個生產者 跟購買者兩方面的結合 能縮短一些那個碳的足跡 食物的旅程 然後我們呢 我們目前有在做的話 是說以支持家庭來 來跟我們消費 我們採預約的方式 然後把這些就是說 我們預約今年度半年度的話 我們有什麼就是說 先預收的費用 然後就當我們這半年度的 整個農場的規劃這樣子 然後 好像你做了 對 對 這就是我們今年度出的菜 所以這是給消費者的一籃菜 對一籃菜 對對我們目前做的就是 目前做到的就是這樣 就是一籃菜 然後我們會預收消費者半年的金額這樣子 然後我們有一群夥伴 看大家共同的耕作 不管是種菜方面 我們目前的話 經營多角 還有那個養雞 養蜂養鴨都有 這是我們採工作的方式 不是說說一個人的農場 我們大家都是老闆 所以呢 每一個人呢 共同的出資 以合作社的方式 共同的出資 共同的工作 然後當然人多的地方就會有利潤 所以我們今天來探討是說 這個利潤怎麼樣去 去分享 那我們透過那個 對農場的 你對農場的貢獻度 對對對對對 對農場的貢獻度的話 來分享我們的營運的成果 那我們希望透過數位化工具的話 如果可以協助我們合作農場做什麼事情 像目前的話 我們比較需要的就是上面這些東西 像一般來講說 像第二個的話 公司的話 我們目前也有在登陸公司 就是說要看你對農場的貢獻 是什麼的話 就是你回家以後呢 你就 你就會想說你今天 我們有一個那個APP就在手機上面 你今天回去以後呢 你就在手機上面登陸說 你做了多少小時 然後呢 動作內容是什麼 然後我們有個統計說 這個農田到底澆水澆了多少 然後種菜種了多少 可是我們很困擾的是 這個其實都不是實際的方式 因為你知道人年紀大的時候呢 都比較會失意 會忘記 我們做完以後回去我就忘記說 我今天到了到底是做了多少小時 然後我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當你一個禮拜回去反省的時候 想的時候已經想不起來的時候 所以我們希望是說 我的願望啦 是不是有一個就是說 我進農場的時候就手機打開來 嗶嗶就可以進去了 然後當我離開農場的時候 嗶嗶 嗶我就可以 因為老實講 我是覺得農要一個很簡單的 數位化的工具那些或APP的話 才可以吸引我們農民使用 因為我覺得農民很多 還是很欠缺資訊方面的 你如果說資訊太複雜的話 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根本不太會用 所以說這方面的話 對我們就很重要 然後比如說如果是貢獻度計算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有東西出去的話 那你就一定有錢財進來 錢財進來的話 要計算每一個人對農場的貢獻度 那我目前來講的話 是以你投入的時間 跟你對農場消費 消費進來的金額 去算你的貢獻度 那這樣子的話 怎麼樣才是合理的呢 這個對我們來講就很重要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參加一下我們的那個 稻木支持家庭 我們這個 對 因為 所以有分佈在哪個位置 區域的 我們現在是在那個 幻象合作農場是在那個 幻象2000那個 空軍基地那邊 新竹市的 對新竹市 如果說您是住在那個附近的話 你可以來我們地方參觀 然後參觀一下 對對對 然後可以來參觀 然後呢 來看一下我們到底是怎麼種菜的 我們種菜真的很誇張 因為我們沒有飯田 然後沒有 連有機肥都沒有使用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們到底是怎麼種菜 然後你覺得你可以接受這種健康的蔬菜的話 那你可以就是說 希望你能夠支持我們的那個支持家庭 就是每個禮拜負責配菜 我們會把菜送到那個指定的地點 或是在農場 你自己來自取這樣子 所以上網如果key 幻象2000會key得到 會是到空區 會到空區基地圈 在旁邊 你在隔壁而已 真的是回鄉 幻象2000都在新竹市 對對對 幻象農場 對 現在飛機回來了聲音比較大一點 這個一個箱子150塊 中間這張箱是150塊 中間這張箱是150塊 兩個箱子都是 但木箱不算 木箱350 我們有張牌合作社而已 其實你也可以購買 對 那這是招募消費端的部分 那今天也是想找一些工程師朋友 或者對這剛才比較期待的那個BP的願意 是BP的願意 看能不能在我們這個當代做出來這樣 所以如果想買是說要 如果想要成為支持家 你通常都跟直接聯繫嗎 還是網路上找不到 目前直接聯繫 目前都要直接聯繫 對目前是直接聯繫 你可以先來農場參觀 如果你覺得認同我們的做法的話 然後就歡迎跟我們聯絡 然後我們是採預約至半年一次這樣子 就預約先繳費 然後我們這半年中間 我們一定會 我們的勞務會員一定會很努力的 定自己的能力去把菜種好 因為我們這個做的話 是等於是利益共享 可是風險也是共同承擔 所以說如果是遇到什麼天災人弱 當然我們雖然很努力 可是種不出來的時候 也請你們跟我們共同分擔這樣子 我們是採這個理念 所以並不是像外面的平台 我一斤六十塊賣你 我就是一定要有一斤的正樣給你 可是如果說我們這種支持家庭的話 可能如果說是因為天災人弱的話 我們可能沒有一斤的價錢 可是也請你們支持我們 我們是採各種理念 前陣子菜很多的時候 我們會配更多的菜 好 那謝謝 你是第一 不是 她是美玲 美玲 美玲跟今天那個分享 我還是補充一下 其實這個方式 如果你在台北的話 我們不想把菜送到台北去 因為那不是我們的邏輯 我們希望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在台北 例如這樣城鄉交接的地方 再複製一個幻象農場 然後那邊你們就可以這樣玩 我們希望這個模式是你們自己去複製 其實這是CSA 我們想去做不要做大規模 我們想做小規模 但是是大量 那我們把規則弄得簡單 所以這次我們會很希望就是說 如果朋友願意協助我們做這個 貢獻 因為每個人在這邊 我們的邏輯很簡單 這個農場是大家的 怎麼變成大家的 因為大家都是老闆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種植 但是種植我們要經過訓練才能種植 不然你的公職是無效的 所以要種植你必須做過訓練 我們認可你是可以有種植能力的人才能種植 但是要消費 你只要願意消費願意休庭就可以 你就加進來 但是抱歉你就是老闆 所以今天你在這邊 你不要抱怨說 怎麼農場都沒有百香果 都沒有這個紅蘿蔔 如果一個公司的老闆問自己的公司說 整個公司都沒有百香果 那老闆要怎麼辦 想辦法 你不要只是抱怨別人對不對 所以老闆要想辦法 就是你 根據意外 沒有人就是你 你就是 不然誰負責 就是百香果 對 所以就不要抱怨 然後大家一起共同承擔風險 就是說我們有菜的時候 可以多分一點給大家 沒有菜的時候大家只有共體時間 這才沒有老闆 沒有老闆叫我老闆對吧 所以其實 很歡迎大家 我們現在在做第一個零號機 就是原型機 零號機 對零號機 謝謝 所以你們這個是要變成 要降兩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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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中 好那我們來掌聲謝謝美女哥 謝謝大家